大家好,我是Cindy,我的專業領域是KOL和媒體推廣 今天的教育事段就是我來分享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嚴謹的業務探訪 相信各位會友都知道我很喜歡和大家做業務探訪 深入了解大家的業務和背景 什麼為之嚴謹呢? 說之前就首先會和大家說過挺有趣的故事 好,有阿甲、阿月、阿炳 有這三人做什麼呢? 他去提親,阿甲就說什麼? 他就說我有二千畝地 阿月就說我是跨國公司的總裁 但是最後成功提親的反而是阿炳 為什麼他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好像沒有別人那麼厲害,那麼多地 又很有剃圖 阿炳就說,其實我沒有地也不是什麼總裁 但是其實我是和你女兒從小到大有好心的感情根基 知道大家需要什麼? 我有一個寶寶在你女兒的肚子裡 所以最後她是可以成功提親了 這個短短的故事其實都給了我一些啟發 原來成功並不是在於你有多高的成就或理想 而是你可不可以掌握到對方的需要呢? 而同一個道理,套用在我們B&R裡面 當我們和會友121,即是業務探訪的時候 其實除了讓別人了解自己的業務範圍之外 那大家亦有沒有好好細心聆聽和了解會友的需要呢? 那還是大家可能只是集中 我只是提出自己的標誌 我有多厲害背景、豐功偉績 做過哪些大客戶 甚至乎有哪些雲大的理想或者崇高的目標呢? 那其實這些你可以簡單分享 但就不要只是專注這件事 反而是你要專注多些在別人的需要上 那原來要別人覺得你有價值的話 首先你想想我怎樣去滿足你的需要 我的人物怎樣可以令到對方的業務發揮得更好呢? 那就可以容易 越滿足別人的需要你就越受尊重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說 很厲害很厲害,你快點介紹生意給我 那其實這件事 別人覺得你未必太支持的 那很快就會遺忘了 那因為雙贏護利才可以長久的 如果你只是想依賴別人的付出 專注在Hunting Not Farming 那一次兩次長久下去呢 其實不會走得很遠的 那所以大家除了給別人了解你的業務之外呢 其實也要多點想一下 咦,我現在了解了你有什麼業務需要 我可以怎樣幫到手 有可能有一些位置可以即時做到一些引戰介紹呢? 那坐得在這呢,今天有很多位嘉賓啦 其實大家都是老闆的 那其實相信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要成功其實不是在乎你有多厲害的理想 或者多良善的出發點 當然不是說有崇高的理想和良善是不重要的 那當然你就要滿足別人的需求的時候 別人就更加懂得欣賞你的崇高和良善啦 始終理想在天堂,現實在人間 那BNI系統呢,本身就不會帶來生意的 要大家善用系統才會有生意的 那我今天分享是這麼多,謝謝